各位網友早晨 我是邝俊宇 今天是2023年11月23日 星期四 這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說說香港那大最新的時事熱話 先跟蹤一下治安情況 都認真得人驚 話說紅磡街頭有雙人案 地產代理男子遭到三名男子狂追 再拿鐵槌狂凸一分鐘 他的左腳恐怕會永久傷殘 整件事是怎樣的 和各位一起說說 令V商據報昨晚元朗有石遊戲公司發生火警 現場亦傳出爆炸聲 確實情況如何 和各位一起了解 另外也說說香港各大的最新消息 說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 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充心多謝各位老友機 事不宜遲 先看看你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最新報道 紅磡街頭雙人案 地產代理男子遭到三名男子狂追 鐵槌狂凸一分鐘 左腳恐怕永久傷殘 報導的內文提到 01接獲讀者報料指上月25日 紅磡發生鐵槌商人案 一名任職地產代理的男子 在紅磡的悲利街遇襲 遭到三名男子狂追 其中兩名男子甚至手持鐵槌 另一個人拿著手機拍攝 撕集的過程約摸一分鐘 最終男子倒地受傷 知情者指出 傷者手腳多處重錯 腰部受傷 還有左腳永久傷殘 一部iPhone14 Pro也被搶走 並透露 傷者在事發前 曾經和黑幫人士有爭執 已經就案件報警 形容黑幫的行為猖狂 手段兇殘 而且竟敢公然在街上對市民施襲 期望警方早日執控 保障市民安全 據了解案發當日是下午5時24分 當時有人報警 就說紅磡的悲利街23號外面 發生了襲擊 有人受傷 01已咒事件向警方查詢 正在等候回覆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認真得人害怕 下午5時多的時間 這位地產代理男子 遭到三名男子狂追 還用鐵鎚狂打一分鐘 左腳應該是 有機會永久傷殘 可以想像到當時 施襲的力度有多重 另邊商亦都據報 知情者指出 黑幫行為猖狂 手段兇殘 公然在街上對市民施襲 期望警方早日執控 這個事情 警方還未回應01 未知灑後有沒有進一步的消息 若然有的話 再跟各位網友說一說 不過各位網友 近日出街都要小心 都不只是凌晨晚上才會有這些案件 現在光天化日 街上照打 另外亦都說本地消息 根據HK01的報道 元朗洪祖田村 創興行石油器公司火警 多位村民疏散 報導幾日內文提到 元朗石油器爆炸火警 警方在昨日夜晚9點 節目多人報警 說元朗洪祖田村 一間村屋附近 疑似有石油器爆炸 引發火警 部分村民疏散到天台 消防出動搜救隊協助 警員正於現場調查 現場可見 起火地點 是元朗洪祖田村裡的 創興行石油產品的店舖 裏面有大量汽水 還有雜物 消防到場把火救息 初步調查相信 現場沒有發生過爆炸 火警懷疑是電線短路引致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提到元朗洪祖田村 石油器公司發生火警 幸好是及時疏散村民 令變霜事件中 幸好沒有人受傷 另外也提到這宗熱話 跟近日的床塞有關 根據情報報道 話說有香港情侶疑似 去完韓國旅遊過後 惹到一些塞回來 在睡房中落地生根 疑似在回程中 做了最錯的一步而出事 報導驚訝問題 英國、法國、韓國等地 那個失患問題 令到熱愛旅遊的香港人 人人自危 有滅從公司的負責人 接受情報訪問的時間分享 半年前曾經有一對情侶 到南韓旅遊回來香港過後 發現整間房都是藏室 她經檢查過後推斷 因為屋主回程的時間做錯了一步 令到藏室脫行李箔入屋 她說近日每日都收到30至50宗滅室的查詢 不少求助者都曾經外遊 儘管如此 她認為其實在本地 野室風險反而更高 話說滅從公司 德國巴斯害蟲防治負責人 阿神就分享了一宗滅室個案 約半年前收到一對年輕的男女求助 他們在南韓旅遊回來香港幾個禮拜過後 因為被蟲咬而懷疑睡房有藏室 於是委託她上門處理 阿神就說上門發現房內有不少藏室 但只集中在他們的睡房 另一間長者的房間就完全沒有室 加上藏室尚未入場 所以相信這些藏室 只是入屋約無兩至三個禮拜 至於藏室的源頭方面 由於事主那段時間沒有網購 所以排除了藏室除包裹入屋 考慮到他們的時間 和外遊回來香港的時間是吻合 而且失患的範圍只是在他們的房間 所以阿神就推斷 藏室的確是在韓國帶回來香港的機會交代 亦都相信和行李行李行李是有關的 阿神就說他們回到家的時間 但行李箱沒有經過處理 就直接擺進房間 可能直接把藏室和藏室蛋 帶進房間裡 阿神就說事實上 本地社區一直都有藏室的問題 認為外遊野室的風險比本地中招更小 他又說藏室其實有記憶 當他們習慣每天在酒店房吸血 是不會冒險爬入行李行李行轉移地盤 除非受到其他因素刺激 例如住客有沒有亂噴殺蟲水等等 阿神的建議如果真的去了旅行回來香港的話 是可以用蒸氣或酒精噴過行李行李行 才進入屋 並盡快清洗行李行李行裏的衣物 未能夠立即清洗都應該要用膠袋包裹 以上來自情報的報導 據報近期有一些滅蟲公司負責人說 現在每天都有30至50宗的查詢有關失患 令賓箱的確有香港情侶曾經去過韓國過後 疑似惹了藏室回來 估計行李行李行回家沒有處理 何謂處理 可能入屋的時間 就要用酒精抹一下或者用蒸氣噴一下 令他不要帶塞和塞蛋入房間裏 當然現在都防不勝防 失患的傳播究竟最終會不會來到香港 還要有待觀察 不過各位 若然有家人去旅行的話 都真的要多加留心 韓國現在還是重災區 另外亦都說說這宗消息 根據HK01的報導 話說空的喇叭裡藏屍煙 海軍荃灣公下檢獲259萬元的貨物 當場抓了兩名雙情症的男子 報導的內文提到 海軍在昨天11月22日 在荃灣區進行反屍煙行動 人員經巡查 去到匯力工業中心的時間 在九樓走廊發現兩個可疑的男子 正在用那些積車搬運一板的貨物 由於貨物有不少紙箱 人員於是上前折查 及後委單位檢獲懷疑私煙 並當場抓了兩個人 而兩個被捕男子 都是持有雙情症 年齡分別28至33歲 都報稱無業 有收取報酬 處理這些私煙 經初步怎麼辦 行動當中一共檢獲70萬支 懷疑未完稅的香煙 市值259萬元 應貨稅值175萬元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刮空喇叭 這樣裝私煙 真是奇怪 其實近年都很少人 會買這麼多喇叭 結果有些人員經過的時間 覺得奇怪 為什麼會這麼多喇叭 原來裡面就收藏私煙 令B商當時 哪些人在做事 又是雙情症的人 據報兩個人 就收了一些報酬 來到香港 公下到開工 我是礦仔 我們下節短片 繼續聊天